紙或是竹竿 推上去 推上去 不够的时候拉下来 它都是平的 就很好用 像我的话大概四十半是刚刚好 四十半我这里大概留个地 我们天跟地的比例大概5比3 两边的宽度大概是1.5就够了 那这样的话你会知道有偏地的差别 那么有没有想到什么句子 我来你们讲到什么 我们刚刚把那个 只有几个 就是贤神卓益妙经年能行 大家知道一下 应该这些事不用写的 因为你们可以知道 那是一首诗 这样你行搭千百度 固然回首那你切在灯火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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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这个蓝山 这边还成我们台语就是蓝山 这边下的零头 不够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落款的一个部分 像我们常常讲说单字不成行 也许你写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字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你的落款的名字写大 跟它配合 譬如说年份 今天是丁佑年 你就自己加上去 当然也可以写 现在还是正月 包括你落款你都用头一点点 不要再去换一只小笔 这样的话你整个那个墨运 跟它的气质才会联合在 连结在一起 一定要练习到大才小用 然后大的也是 大小子都是同样 都同样是这一只笔 这样一次末 你把整个剧集就完成 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是 它是很直接的 好 我们再试试别的 吴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我刚才发现你抓的时候 没有抓到细的地方 就抓到肚子很大的地方 对 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这样子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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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